感謝小傑的30塊 謝謝你的教學 設定完真的差很多 很開心可以幫助你 還沒看過那一部設定教學的一定要去看一下 設定完真的會差很多 感謝熊熊的30塊 謝謝 恩 謝謝 大家好我是Aning 前一組辦了一場比賽 參賽的最低門檻是無敵鳳凰蛋 那上次比的是單排 還沒有看過的我會把影片放在右上角 有興趣可以去follow一下 那今天給各位帶來的是無敵鳳凰蛋的雙排戰 那下一部呢就是四排戰 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呢一定要持續關注 因為請給他按下去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部的影片通知 那這一次的隊友選擇啊 都是交給他們自行分配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戰隊成員是一起來參賽的 欸 阿怎麼兩個背叛戰隊的 那默契的好壞呢 此時都可以直接體現出來 那看起來各位是都準備得差不多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今天的比賽 遊戲一開始我們看到每一個隊伍啊 都使用了這個超級起步 那這邊我們看到這個選手叫做菜雞 這個名字聽起來十分的動聽 在無敵鳳凰蛋的比賽中 居然有人自稱自己是菜雞 那想必這個選手應該是 真的很菜 我們現在將視角切到前段班的選手 喔 一個精緻的跳躍 馬上變中段班啦 但其實他這個判斷是沒有問題的啊 他如果落對點的話是真的可以直接被棍子敲過去 欸 怎麼有一隻羊噴過去了 我找不到這隻羊啊 沒關係我們將視角切到迷血身上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迷血啊 他頭上帶著一個斑馬線 想必是非常守交通秩序的一個人 現在晉級的名額已經不多了 這個關鍵失誤 看來只能止步於此了 這關基本上前面不會拉開太大的距離 我們把視角看到這個臭靈呆 那這個是我們上一次單人賽的某一場的冠軍 大家都以差不多的速度在下墜 那要如何在這關提前獲得優勢呢 首先你要有過人的體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體重高的現在已經在前面了 大家都做出了一致的判斷 走上面的捷徑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畫面非常的凌亂 有的人甚至直接射孔跳海了 大家都非常擔心在這個關鍵的時候被丟下去啊 所以每個人都搶先著非常急促的想要跳到岸上 再來這個加速帶就是一個考驗關鍵的小側跳 在壓力的驅使下 有非常多的失誤 有非常多的射孔 中段班的人不言了 直接按傳送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朋友要教射牛 馬上剩下十六個人 總共八對 這關我只能說快的可以很快 像燕靈我呢就是不快的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啊 走這關啊很容易走那個圓的啊 就不小心塞在那個中間的縫隙 我們現在視角來到香香兒 非常的明智 選擇走旁邊不予其他人爭搶 穩扎穩打 但是就像我說的 這關會走的可以很快 明明同樣都是沒有失誤 可以看到前面的距離已經拉得非常的開了 所以建議有打算爬到高分段的人了 還是練一下走圓的地方 喔 集起直追 雖然失誤了 但是沒關係 已經存到紀錄點了 這個球上的功夫還是很犀利的 比賽拿到了尾聲 雙排的決賽圈 一共四個隊伍 第一次進到決賽 我們直接把視角給到明明阿 會不會在第一次進決賽就直接吃雞呢 我非常期待他的表現 目前看起來現在每個隊伍都還在等第一波道具 並沒有打出太激烈的場面 改名拿到了咸魚 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對隊友一頓輸出 難道兩個人內訌了 這波屬實沒看懂 頂抱被彈飛 面對這兩個剛內訌完的LGD 還是沒有打算久留 這個人非常的休閒阿 坐在觀眾席看著場上各位精彩的表演 就跟彥靈我一樣 開決賽機證明了自己 來到了決賽圈 還硬生生殺到了戰場的正中間 小劍克一個泡泡 框住了賽機 但是沒有人去攻擊他 隊友一個保齡球補刀 但是 一個無敵 關鍵躲掉了 才剛與死神插線而過 又來了一顆泡泡 只能說這個人 實在太衰 場上剩下兩隻隊伍 看起來小劍克這隊手感震熱 敏敏阿還活著 還有爭奪冠軍席位的機會 雙方一個紀念上的互換 彼此都中了一個招數 改名一個鹹魚掩護 抽飛了敏敏阿 其實我覺得這波是有點可惜的 剛剛烏龍奶旁邊也有一條鹹魚 他要是有撿到的話 是有機會一換一個 現在烏龍奶是以一敵二的狀態 兩個人非常默契的一盾輸出 這個距離的把控 實實在在的抽到改名的頭上 還是雙拳男敵四手啊 還是有LGD在二敵一的情況下 拿下勝利 那本次雙人賽的冠軍 就是由小劍克跟改名拿下了 那下部的影片就是比四台的比賽了 他因為這次雙台的比賽只有打一場 所以片長比較短 那下一部四排再補一個長的給各位 我是A0 我們下支影片見